眼下国拼结束了澳门世界杯的征战 包括孙颖莎和王楚清他们都已经回到北京 接下来将会备战沙特大满贯目的比赛 按照日程的安排 沙特大满贯比赛将会在5月进行 意味着国拼大概还有半个月的备战时间 而按照媒体公布的消息 在结束本次沙特大满贯比赛后 后续国拼还将安排几大主力 参加一战非常重要的国内挑战赛 就是在5月20号开始的太原挑战赛 不过从最近中国拼携公布的参赛名单可以看到 国拼包括孙颖莎、王楚清在内的六大王牌 却决定弃赛 让很多球迷非常意外 首先按照官方媒体公布的日程 这次太原挑战赛放在了5月20号到26号进行 因为时间拉得比较长 所以比赛比较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拼很多球迷自然期待王楚清和孙颖莎 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争夺佳绩为巴黎奥运会做好准备 结果从最新公布的名单可以看到 这一次孙颖莎、王楚清、马龙、陈茂 王曼玉和樊振东六大主力 并没有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取而代之的男队方面 梁静坤为了本次比赛的头号种子 女队方面王毅迪同样成为了头号种子 这意味着国拼排名前三的王牌主力 都不会参加本次比赛 有些球迷自然会觉得非常的惋惜 因为如此一来 球迷在国内就没有机会看到 这些球星争夺冠军的身影 不过说实话如果结合此沙特大满贯比赛的日程 就可以发现国拼教练组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他们希望让王楚清和孙颖莎他们得到更好的休息 因为沙特大满贯比赛在五月中旬进行 在结束这个比赛之后 太原挑战赛几乎无缝对接开始新的比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马龙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对于他们的体力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毕竟孙颖莎和王楚清他们不需要一个国内挑战赛的冠军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国拼教练组安排这六大王牌休息 把机会让给梁静坤和王毅迪这球员是非常妙的安排 一方面王楚清和孙颖莎他们能够好好休息 不用担心受到伤病的困扰 调整更好的状态迎接后面的比赛 另外一方面梁静坤和王毅迪他们正在争夺巴黎奥运会皮卡的名额 这次刚好利用本次比赛证明自己 打出更好的表现争夺宝贵的名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拼教练组的两项安排就不会互相耽搁 部分球员既可以得到好的休息 另外一部分球员则可以继续打拼争创佳绩 所以对于球迷来说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 比赛是打不完的 但是球员的健康才是最为重要的 比赛的摩托